警车封路互送车队 美国当地时间14号 前总统川普车队抵达机场 准备搭乘专机前往威斯康星州 参加共和党代表大会 回期四天的共和党 全国党代表大会在美国时间15号 星期一在米尔瓦基登场 川普的行程确定不受影响 会照原定计划出席 那么我现在是在米尔瓦基 公路队的主场 活动明天才开始 那么现场还在做最后的彩排演练 但媒体都已经进驻了 活动前一天已经有大批媒体进驻 维安也升级 场内场外都有军警戒备助手 这场党代表大会除了川普本人 川普妻子梅兰尼亚 儿子小川普都将出席 川普也预计会在大会上 公布副手人选 并接受共和党正式提名 只是如今传出场外 还有一场反川普的抗议活动 也会按照计划进行 让维安绷紧神经 接下来在川普和他的副手 正式获得提名之后 密勤局对他们的保护都会升级 也会提供直系亲属的安全保护 可以预期对密勤局来说 这个压力会更大 那么这场造势活动的枪击事件 也将彻底改变 这场美国总统大选 两个竞选阵营在讯息上要怎么定调 选情的方向会如何改变 现在都还不清楚 GV新闻家会 美国密尔瓦记报道 掌声中走上台领取毕业证书 他是克鲁克斯 也是涉嫌偷袭前美国总统川普的枪手 这段30秒影像 疑似是他高中毕业典礼时的模样 看起来就像一般高中生 没想到犯下枪击案 美国FBI曝光 克鲁克斯的正面清晰照 尽管目前犯的动机还有待理清 不过外媒找到克鲁克斯过去在校同学 同学直言克鲁克斯就是个边缘人 而且经常被欺负 尽管在校人员不算太好 但根据外媒报道 克鲁克斯是名数学资优生 在校时还曾获得国家数学 与科学倡议计划颁发的奖项 FBI追查犯枪支 发现购买人是克鲁克斯的父亲 不过在克鲁克斯的住宿和车内 都发现爆裂物 不排除计划犯案已久 在美国前总统川普 宾州造势现场犯下枪击案的嫌犯 一度因为身上没证件 警方难以确认身份 现在终于水落石出 经过DNA检测后 警方对枪手库克斯又更多了解 宾州选民资料库显示 库克斯是首头族 登记为共和党选民 曾在2021年1月捐出15美元 给和民主党有关的政治团体 而在FBI试图厘清 库克斯动机时 质疑密情局 伟安的声浪也越来越大 前FBI反狙击手认为 首先让两位反狙击手 待在同一个地方 似乎不太妥当 因为无法得到全方位 维安视野 第二就是没有仔细彻查现场 才让枪手可能躲到被封处 借由屋顶遮蔽开枪 一段影片显示 反狙击手在听到枪手 第一次枪声后 前世震惊抬头 随后多次枪声又响起 反狙击手随后很快 找到目标瞄准 在一声枪响结束后 旧船来枪手在约120公尺外 遭击毙消息 现在FBI朝暗杀方向 调查这起川普造势枪击案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也对宾州伯特利公园 下达最新飞行限制 从当地时间周日凌晨2点 实施到凌晨5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尽管遭到枪手开枪射击 幼儿还流着血 被密情人员拥护要离开 川普仍高举着手握拳 对支持者大喊fight 还有飘扬的美国国企当背景 完美的构图 让网友称赞摄影师 值得拿普利兹奖 照片神射手是美联社的南记者 武器他表示当下看到特勤人员 上前用肉身保护川普 他也立刻冲上舞台 其实武器本身在2021年 就曾经拿过普利兹奖 难怪能捕捉到震撼人心的瞬间影像 只是川普预袭在网路上也迅速发烧 真假资讯大量流传 包括外传有消息原是透露 川普不是被子弹击中 而是被提刺激的碎片割傷 或是子弹射向川普的瞬间 所产生的轨道痕迹 都难以在第一时间证实真假 同时更是阴谋论四起 认为这是川普自导自演的戏码 不过专家认为 依照川普目前的声势 比拜登更好 阴谋论不攻自破 但现在就怕模仿泛四击而动 前密情局人员在接受访问时就表示 无论是FBI还是密情局都会加强检讨 在接下来的民主与共和两党的党大会上 也会绷紧神经 务病将为安做到滴水不漏 铁片新闻综合报道 救护车和警车警笛声此起彼落 回顾1981年3月30号下午 前美国总统雷根 在华盛顿特区的希尔顿饭店 与美国工会代表共进午餐 并发表演说后 才走出大门 就被一名歹徒连开六枪 索性没有集中要害 外媒美联社报道 这次美国前总统川普遇刺事件 是自雷根以来 首度有总统或总统候选人 遭到枪击 1963年11月22号下午12点半 当时的总统约翰甘乃迪 在德州达拉斯 搭乘敞篷车参加油行 遭枪手射杀身亡 同样为人熟知的 第16任美国总统林肯 1865年 在福特剧院观赏戏剧时 被当晚演出的演员 从背后射杀 另外美国FBI在2008年 也曾破获一起 企图暗杀民主党提名的 总统候选人欧巴马 和其他102名黑人的阴谋 另外美国FBI在2008年 也曾破获一起 企图暗杀民主党提名的 总统候选人欧巴马 和其他102名黑人的阴谋 以及2011年 英明男子对白宫开枪 被指控企图暗杀欧巴马 最后被判刑25年 美国政治史上暗杀黑历史不断 川普遇刺事件 再次掀开美国人内心的伤痛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全球媒体国际新闻大头条 就是美国前总统川普造势 却遭人开枪暗杀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13号在宾夕反亚州集会 发表演讲时 人群中传出多声枪响 快讯报道重磅消息 从澳洲南韩中国大陆 到泰国等东南亚国际社会 一片哗然 不止电视新闻关注 日本NHK平面也及时update最新情况 各国领袖也纷纷关切 日本首相安田文兄弟 时间在社群发文 尤其安田自己去年也差点遭暗杀 他言辞反对挑战民主的暴行 期盼川普早日康复 澳洲总理埃班尼斯关切 强调绝不容忍这类事情 在民主进程中发生 新任英国首相施凯尔 给予川普和家人最大祝福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斥责暴行的同时 也说这起事件令他作呕 另外曾因为移民问题 与美国关系紧张的 南美洲委内坠拉 总统马杜洛也同样斥责 攻击事件为川普祈福 TVBS新闻都不到 讲台上话才说没几分钟 就看到川普手摸耳朵 下一秒立刻蹲下 躲进讲台下方 事发太突然 搞不清楚状况的 还有造势舞台下的民众 不过有名男子来不及在第一时间趴下 不幸受到榴弹波及死亡 回舞川普旗帜 按喇叭鼓噪 川普遭人开枪后 川粉立刻聚集在海湖庄园附近 为他加油 而川普遭枪极当下高举拳头的英勇形象 自然鼓舞支持者一定要让川普重回白宫 就算不是川普粉丝 全美上下也同声谴责暴力 即将举行共和党大会的密尔瓦基 就有民众表示 这彰显了美国现在有多分裂 不幸中的大幸就是川普伤势轻微 但这起事件不可避免的 将在美国政坛掀起巨大涟漪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